所以鸿海集团面对红色供应链 绝对不会是等在那边 等他们追上来 我们要跑得很快 所以我们在半导体 在软体 在汽车 在电池上 我们跑得非常快 霸气回应红色供应链抢单说法 全球人工智慧军备竞赛更是不缺席 鸿海2022年旗下AI伺服器业绩达到1.1兆元 全球市占四成以上 与汇达合作产品下半年就将出货 AI伺服器的这个市场 会比大家预期要起来的还要快 预期今年的下半年 可能会有三位数的成长 不是两位数 是三位数的成长 量产版鸿海电动车 刘安伟日前请自上车体验试驾 从内装细节驾车手感不得马虎 不错啊 就是很黏脚的感觉 Model C最快第四季开始出货 运龙Luxian就是首播客户 而市场更传出 鸿海墨西哥厂拿下特斯拉下单 扯用电子模组产品 有望成为北美EV市场重要里程碑 那现在大家也看到最近有一家大公司 一直持续不断的降价 所以造成了很多竞争上面的一些压力 那这个降价 对我们所提出来的CDMS 这种设计制造服务来讲 是非常有利的 那除了这个第一名的大厂之外 我们也有在交给这个 其他的这个国际大厂 鸿海今年科技日活动主视觉也破光 以代表色万岁杨红 和代表科技感的蓝色作为对比 招现三加三策略布局 搭配股东会现场展示EV 数位健康半导体AI新品 展望下半年景气 刘安伟认为全球货币紧缩 地缘政治紧张 通货膨胀等不确定因素 维持审慎持平看法 现场也有股东献花祝贺 期许公司市值再度冲高 新大街市林嘉玮省位同台湾 新北市报道